这部几个在校大学生拍出来的微电影 却让无数人流下了热泪 除夕夜 妈妈带着两个儿子来到面馆 三个人却只点了一碗汤面 老板娘问 大过年的不炒俩菜吗 妈妈有些难堪 垂下了眼 沉默片刻后才回答 炸热红的就进了 厨房的老板听到了这句话 也听懂了这话背后的心酸 顺手就多扯出半份面条 添进了热锅里面 不一会儿热腾腾的汤面做好了 还盖了煎蛋 俩男孩狼吞虎咽的吃着一碗面 而妈妈连筷子都没拿 就在一旁痴痴的看着 这是妈妈的谎言 但俩孩子年纪尚小 还分辨不出来 便自顾自的吃了起来 老板娘有点不高兴 跟老公吐槽 这啥家庭啊 三个人才点一碗面 老板让他别管闲事 可就在这时 外面的俩孩子却吵了起来 原来是弟弟小虎吃完了整碗汤面 一根也没留下 把哥哥小龙气坏了 但妈妈却没在意 只是问小虎吃饱了没有 小虎很实在 说他还想再来一碗 这句话让妈妈不知所措 他扭过头 不敢看儿子的眼睛 哥哥见壮连忙说 妈 等我以后挣墙了 我让你们天天都吃面条 妈妈愣住了 看了看小虎 又看了看小龙 然后边收碗筷边说 只要你俩乖 下次还带你们来吃 接着他掏出兜里 仅剩的五块钱 目光迟迟不肯离开 这碗面刚好五块钱 不完全他们走出面馆 巷子里一群孩子在放烟花 庆祝新年 趁着俩仨的背影格外落寞 一年后 还是那间面馆 还是除夕之夜 老板送走最后一对客人 准备关门过年 这时熟悉的身影又出现了 大口油吃你们 妈妈带着俩儿子又来吃面了 就坐在去年的那张桌子 还是指点了一碗面 兴许是今年的生意好 老板变大方了 跟老婆商量 干脆给他们多多两碗 但老板娘却摇了摇头 不是因为心疼那一点面 而是这样 他们会不好意思 于是老板想了个主意 在锅里多下了一团面 加量不加价 两人默契的相识一笑 汤面做好了 妈妈照旧只拿了两双筷子 让儿子们吃 不过今年小龙小虎懂事多了 一定要让妈妈也吃 来吃嘛 来尝一个尝一个 架不住儿子的强烈要求 妈妈接过筷子 但也只是喝了一口汤 然后就放下碗 让孩子们继续把面吃完 结账的时候 妈妈掏出了两张五块 她知道老板好心 多加了一份面 小龙和小虎也发现了 但不管一家人怎么说 老板和老板娘都坚持只收五块 母亲很感动 无以为报 她只能带着儿子鞠躬致谢 这份善意虽然很小 但在这个特殊的时候 让一家人都感受到了 久违的温暖 又是一年的除夕夜 老板站在门口 左顾右盘 心想 那家人还会再来吗 在除夕之夜 她摘下门上的价格牌 抹掉上面的数字 不加价反而降价 把八块改成了五块 这是她为某个人特意降的价 老板娘看到后有点吃醋 说你不会爱上那个女人了吧 老板连忙解释 说没那回事 之所以惦记那家人 是因为她觉得 这三个人是财神爷假扮来送祝福的 看来店里生意又比去年红火了一些 话音刚落 财神爷就到了 小龙小虎长高了 妈妈也跟以往不同 有了发自内心的笑脸 一家三口还坐在二号桌 老板给他们预留了位置 妈妈又点了汤面 但这次不是一碗 而是两碗 老板先后在锅里下了两团面 想了想后又加了一团 很快两碗面都做好了 小龙小虎更懂事了 一定要让妈妈先吃 整整过了三年 妈妈终于吃上了这口汤面 她看着两个孩子 说了声谢谢 原来两年前他们的父亲出车祸去世了 还欠下一屁股的债 三年来妈妈打了好几份工 一家人省吃俭用 终于在今天把钱还完了 妈妈谢谢小龙 小小年纪就送报纸赚钱 她还谢谢小虎 每天给全家人做饭 这时哥哥小龙告诉妈妈 有次小虎班里要开家长会 因为妈妈出门打工 小龙就替妈妈去了 家长会上 老师让小虎当众朗读她写的作文 名字就叫一碗汤面 说的就是面馆老板的善意 给了一家人莫大的温暖 老板娘躲在门口倾听 听到了小虎说 长大后也要开面馆 她趴在丈夫怀里 哭了起来 从那以后 那家人就不见了 但这一碗汤面的故事 成了十里八香的美谈 每年除夕 老板老板娘都会留出二号桌 等着母子三人的光临 而这一等就等了十五年 十五年后 那家面馆不仅还开着 并且生意非常兴隆 面馆里的客人很多 却特意空着一张桌子 留给那三位特殊的财神爷 而就在这时 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传来 老板 您这汤面 还拿五块钱一碗吗 必须觉得 老板 老板娘 时隔十五年 妈妈带着两个儿子 终于又来了 他们过得很好 却也始终惦记着这家面馆 当初陪他们度过了 那段最难的日子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短片的名字就叫 《一碗汤面》 改编自日本作家 力良平的小说 《一碗娘春面》 情节虽然简单 却蕴藏着温暖心灵的 情感力量